大家好,我是尔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在今年双十一买的一台 M1版本的MacBook Air 用了一个月的使用感受 刚说到货的时候 发了一个开箱视频 有很多评论和私信 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这台笔记本是从哪买的 是从哪个店买的 我的回复基本上也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拼多多有风险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安全下车 就算你在同一家买 也有翻车的可能 我不能打保票 所以就不推荐 各位也不要再问了 如果你敢于承担这个风险 可以享受这个价格 可以试一下 这个视频比较长 谈的问题比较多 都是我的实际感受有感而发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目录 如果时间紧的同学 可以直接跳到对应的时间点 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是否翻车 我感觉这个翻车 一个是感官上的翻车 一个是质保翻车 感官上的翻车 那就是有没有坏点亮点 这个目前没有 另外屏幕是否正常 关于屏幕正常 开始我以为是正常的 但是后来和我的老的 MacBook Pro这个笔记本对比起来 我感觉它的屏幕颜色不一样 这台新的M1 Air 它的屏幕比较发红 是暖屏 当我收到第一眼看到这个M1的Air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屏幕可能是有点暖 有点发红 但是我并没有往这方面想 和我的老MacBook Pro一对比屏幕 还是很明显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默认打开了一览功能 就是那个暖色调防晾光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并没有 那就是这个屏幕本身的就是暖色调 后来我又上网查了一下 确实这个M1版本的Air屏幕 它是这种暖屏偏暖的色调 这个没办法 所以这也算不上翻车 因为你从哪个渠道购买 它也是这样的东西 关于是否翻车的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质保 在开箱之前 我先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序列号 因为它那个牛皮纸箱的侧面有序列号 查询结果是未激活 等我用了两天 我再查这个序列号 售后显示的时间是一年 我是在2021年11月3号开的箱 它显示的是维修服务截止到2022年的11月2号 这个时间也是没问题的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苹果教育优惠的机器 它的售后是不到一年的 苹果官网或者是苹果的零售店购买的机器 售后是两年 有这种说法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特意咨询了一下苹果 和大家普及一下 官方给的说明是这样的 不论你是从苹果官网购买 还是苹果的零售店购买 或者是从京东 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 这种机器的整机质保都是一年 机器的主要零部件是两年 这个主要零部件包括主板 CPU屏幕 这些都是主要零部件 教育优惠的机器和从其他渠道购买的机器 它的质保和它的官网和零售店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整机一年主要部件两年 并没有区分对待 京东自营和拼多多的百亿补贴 在它的产品介绍详情页里面 在明显的位置都标记着是质保一年 所以说从官方说明 还是从它的页面介绍 和我查询的序列号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台机器目前来看是没有翻车的 质保时间没问题 自从买了这个M1版本的Air以后 我的电脑桌面变得整齐干净多了 以前用的是MacBook Pro 它需要一个HDMI的线和显示器连接 它还需要一条USB的线和显示器连接 另外它还需要一条电源线和电插板连接 我那个电插板上面还有一个手机的充电器 鼠标键盘还有外置声卡 都是USB的连到显示器的后面 在以前是这么连接的 现在基本上腾出了半个桌面的空间 因为这个M1版本的Air只需要一条Type-C的线和显示器连接 它就解决了USB数据传输以及视频显示和供电问题 其实苹果本早就有Type-C口了 只不过我那台MacBook Pro比较老还没有Type-C口 这样算下来我可以节省一条HDMI的线 还节省了苹果本的电源线 还省掉了一个USB的Hub 因为我之前用的是一个1分3的USB的Hub 鼠标键盘和声卡都接到显示器上 然后从显示器出来一条线接到这个Hub上 Hub就是极限器 这个极限器它甩出一个USB的线 或者是插PC或者是插在苹果笔记本上 这样可以做到手动切换 现在用一条Type-C线可以省掉这么多的线 而且也不用手动来插拔这个Hub的连接线了 这条Type-C线确实能解决桌面整齐干净的问题 除此以外 我还把这个M1版本的Air放到了显示器和音箱的后面 和我的PS4 Slim放在了一起 之前我有一个MacBook Pro的支架 术式支架 现在给Air用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Air比Pro还要薄一些 因为它很薄 整体很薄 我就把它放到了显示器和音箱的后面 进一步节省了桌面的操作空间 下面再说一下供电 现在这台M1版本的Air 有三种方式可以给它供电 第一个也就是最常用的就是用显示器来给它供电 第二个可以用它自带的那个插头 电源适配器给它供电 第三个方式是用小米10的充电器给它充电 因为我这个电插板上本来就有一个小米10的充电器 方便给手机充电 那天我试了一下 小米10手机的电源适配器还有数据线 可以直接插到M1版本的MacBook Air上 这个充电器是30瓦的 这台Air自带的充电器也是30瓦的 我这个显示器支持的是65瓦 甚至我还试过一个小米4的10瓦的充电器 也可以给这个笔记本充电 但是它的充电速度很慢 只有10瓦 一边用也会一边掉电 只不过掉电的速度比较慢 我还尝试了一下用华为Mate 20手机的充电器 它是22瓦的 可以插上 但是不能给它充电 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 还有小米手机 甚至任天堂的Switch 它们都是PD充电协议 但是华为手机的充电协议和它们不一样 所以不能兼容使用 我还有一个小米的充电宝 20000毫安时的 支持超级快充 用这个充电宝也可以给这个M1版本的Air充电 所以等以后出门的时候 可以不用带苹果本的充电器 只需要带手机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可以给苹果本充电 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另外再带一个充电宝 可以给这两台设备充电 这也是挺方便的 现在我平时外出带这个笔记本 从来不带充电线 因为它的电池续航足够一天使用 根本没有续航焦虑 如果外出几天带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 关于充电还有一个要说的 小米10手机的充电器可以给苹果本充电 苹果本的电源适配器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但是这个小米10手机它支持超级快充 苹果本自带的那个电源适配器不支持超级快充 所以苹果本自带的那个电源适配器使用率会低一些 我更偏向使用小米10手机自带的充电器 不知不觉说了八分多钟了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后面还有很多可说的 那就分到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儿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RX 我们下次见